这个Dr. Jason Fung 他讲了一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就是在断食的情况下去锻炼身体 然后锻炼好了之后再吃东西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断食断食了18小时24小时 那么在这个18小时和24小时的最后那么一个小时 就是说最后一个小时你开始锻炼身体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是23个小时没有吃东西 你已经是17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去锻炼身体 这样的情况它可以 因为你本来不吃东西的话 断食的情况下你的这个生长激素本来就已经很高了 你就已经调得很高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锻炼身体 可以进一步促进这个生长激素上去 然后锻炼完了之后 你再去吃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那个生长激素不是很高的吗 那你吃进去的这个营养就可以快速的被吸收 快速的被利用 就快速的去修复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肉 让它能够变得更强壮 这个它里面提到了很多的运动员 运动员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那么上次我们讲的是 引用的是一个那个肌肉男汤玛斯 肌肉男汤玛斯 他也是这个这种这种技巧 这次这个Dr. Jackson他也讲到了这个技巧 我们这个信息来源是不能光听一个人讲 所以我们从两个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了一个相同的信息来源 得到了一个相同的信息 从两个来源 两个人讲的他们是相同的互相印证了 这么一个技巧 就是在断食的情况下 在断食的末尾 就在不吃东西的这段时间的末尾 比如说23个小时不吃东西 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 然后在这个饿醉饿的情况下 你去锻炼身体 锻炼体锻炼 然后锻炼完了再去吃东西 这样他说是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能够包括你这个肌肉增长 包括身体更加强健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从两个不同的专家这边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印证